政府将在中巴鲁新建新的综合诊疗所 预计2030年之前竣工 而我国在今年底之前 将有三家综合诊疗所投入服务 包括今天正式开幕的五级班让综合诊疗所 而它也是本地首个与疗养院和乐林护理中心 结合的综合诊疗所 来看记者林良全的报道 新开幕的五级班让综合诊疗所 占地约5900平方米 与先锋保健集团旗下的信家疗养院和乐林护理中心 位于同一座12层楼的综合建筑 除了提供急性和慢性疾病医疗管理 诊所也设有妇女与孩童保健服务 和放射、实验与药房服务 此外综合诊疗所也将推出新的护理模式 安排专属的医疗人员照料同一个病患 除了今天开幕的五级班让综合诊疗所 和加冷综合诊疗所即将在12月投入运作的 有诺市综合诊疗所也将会与乐林护理中心 共处一处 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 把综合诊疗所与保健或社区设施 设在同个地点 能让医疗人员有机会为国人提供全面的护理 改善国人的健康 接下来9年 卫生部计划开设另外9所 与其他护理设施或社区设施 共处的综合诊疗所 卫生部也将整合红杉和欧南园综合诊疗所 并在2030年之前 在中巴鲁新建一座更大的综合诊疗所 现有的两间诊所会继续服务那里的居民 直到新诊所竣工 新传媒新闻记者林良全报道 新闻记者 李宗盛